肖战对恶意中伤从不妥协 坚定立场 果断出击 用实际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名誉 尽管他身处娱乐圈的顶峰 享受着独特的风景 但他也面临着一些人的围攻和诋毁 过去一年里 除了在剧组拍戏和参与必要的活动外 肖战几乎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 但这并未阻止一些人以他的名义博取关注 最近 低调在剧组拍戏的肖战 竟然遭到某粉丝群体在公开场合的辱骂 这行为甚至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这些粉丝扬言 只要有公开场合 就要对肖战再骂一次 这让小飞侠们都非常心疼 然而 值得庆幸的是 如今的团队早已经非戏笔 立马采取了行动 8月28日 上海九泽律师事务所受肖战工作室和肖战的委托 针对一些网络平台用户持续 发布侮辱和诽谤肖战的行为 进行了证据保全并启动了维权程序 在律所发布的案件简讯中提到 用户暴徒散人等捏造不实信息 公开发表侮辱 诽谤性言论 涉嫌严重侵犯肖战的名誉权 目前 律所以完成证据固定 并第一时间向法院提起诉讼 我特别佩服肖战的一点就是他维权时的果断和直接 从不拖泥带水 他的维权行动从不通过工作时发布 而是直接由律所锁定证据走法律程序 这充分显示了肖战的坦荡和清白 也是对关心他的粉丝们最好的回馈 让大家能够安心 其实 许多余人在维权时都只是做做样子 为了稳定自己的粉丝群体 有时会以工作室的名义发布声明 制造维权的假象 然而 肖战的坦诚和透明让人印象深刻 一些人认为 公众人物应该有更高的容忍度 但这绝不是肆意网络暴力的理由 2020年 肖战曾在巨大的网络风暴中挣扎 事业险些被毁 如果不是他人品清白 内心坚强 早已无法承受这些压力 肖战如今如此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背后不仅仅是对自己清白的坚持 也是对网络暴力的强烈反击 躲在键盘背后的网络暴力者 动机刻意 但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预估的 今天是肖战成为目标 明天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因此 支持肖战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将为全行动进行到底 最近的肖战一直在德险景致拍戏 剧组保密级别高的吓人 连文字都飞不进片场 愿姐在网上查阅了不少资料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该剧到底有多牛 据悉德险景致这部电影可不是一般的大制作 据知情人透露 导演这次玩了一个大的 不仅在创作理念上推陈出新 还引进了好莱坞最新的拍摄技术 我的天哪 这是要把咱们国产电影往天上捧啊 而且你们猜怎么着 据说还有一位神秘的国际巨星要来跨界合作呢 这阵容简直是要上天啊 肖战这次要在片中有什么突破性表现 这次肖战接的角色可不是一般的男演 为了这个角色 肖战可是拼了老命再准备呢 有人说他为了角色瘦了20斤 还有人说他学了一身的功夫 咱们的战战到底要在片中有多大的突破 我都过不及待想看了 而且听说他和其他演员的对手戏 简直就是叫科书级别的表演 看来这次肖战是要在演技上狠狠地打脸黑粉了 剧组的保密措施 堪比007特工片 你们知道吗 这个剧组的保密措施 简直比特朗普的推特密码还要严格 据说剧本和素材全都用了高科技加密 连毛房都装了指纹识别 每个工作人员都签了保密协议 违约高地能买下一栋北京四环的房子 而且为了应对狗仔队和私生的狂轰滥炸 剧组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反狗仔小分队 这阵仗 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在拍摄谍中谍疤了 电影背后的市场考量 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 别以为拍电影就是导演说了算 德仙景志的幕后 可是有一群精打细算的商业大佬在操盘呢 据说他们对目标观众群进行了精准分析 甚至连观众的头发颜色都研究透了 而且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他们的宣传策略可谓是别出心裁 听说要搞一个全息投影的手硬力 我的妈呀 这是要把观众的钱包都掏空啊 德仙景志会给中国电影产业带来什么影响 说实话 作为一个娱乐圈的老油条 我感觉德仙景志这部电影可能会在国产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它不仅有可能提升整个行业的制作标准 还可能改变我们选角和培养演员的方式 更别说他那匪夷所思的营销模式了 简直就是要把传统营销模式打入18层地狱啊 最后 我想说的是 不管德仙景志最后会不会成为经典 至少他已经在保密这个环节创造了经典 希望这部电影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也希望肖战能在这部作品中再次证明自己 毕竟 在这个娱乐致死的时代 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作品来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 肖战 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当今娱乐圈无法忽视的存在 他凭借独特的魅力与才华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肖战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他的外表之上 更体现在他自然流露的内在气质中 他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个眼神 都充满了感染力 令人难以抗拒 自然与精致的完美融合 肖战的魅力首先来自于他那种自然的美 他的五官精致 皮肤白皙 透着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这种自然之美并非通过浓妆艳膜打造 而是源于他自身的保养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的自然之美让人感到真实和纯净 仿佛春日里的威风一般令人舒适 时尚与经典的巧妙结合 除了自然美 肖战还展现出他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掌握 他总能将时尚元素与个人风格巧妙结合 无论是在红毯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 都能散发出独特的时尚魅力 他不仅是潮流的追随者 更是潮流的引领者 每一次亮相都充满了惊喜 展现了他对时尚的独到见解 气质与内含的深刻展现 肖战的魅力还体现在他的气质与内含上 他温文尔雅的气质如同春风拂面 令人感到温暖和舒适 他在表演和歌唱上的才华使得他更具魅力 每一个角色 每一首歌曲 他都全情投入 展现出丰富的内含和深刻的情感 这种气质和内含 让他的魅力更加立体和耐人寻味 亲和力与感染力的生动呈现 肖战那温暖的微笑和充满力量的眼神 总能触动人心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表情 都散发着真诚与热情 这种亲和力和感染力 让他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使他的魅力更加生动和真实 他不是遥不可及的偶像 而是能与粉丝共鸣的朋友 持续进步与自我突破 肖战的魅力还在于 他不断进步和超越自我的决心 他始终保持学习的热情 不断挑战新的角色 突破自己的极限 他的每一次努力和进步 都让他的魅力更加多元和丰富 这种积极向上 不断超越的精神 使得他在粉丝眼中 更加具有力量和深度 肖战的魅力 是一种全方位的魅力 他不仅仅是外在的华丽 更是内在的真诚与质朴 他不仅是时尚的表象 更是经典的沉淀 他不仅是气质的体现 更是内涵的积累 他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存在 更是不断进步和超越自我的动态美 肖战的魅力 已成为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的标志 也是他吸引无数人关注和喜爱的原因